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36集 天坑 就是他们引起的玄九郡之事 公孙万儿皱起眉头 实在是这些蜘蛛虽多 可身为天尊 想要处理并非困难 只是若事情真的这么简单 反倒让他惊异起来 尤其是那浑饮之事 此刻依旧没有找到源头所在 白小纯 眼看地面上那些蜘蛛蔓延过来 先处理了他们再说 右手抬起 恰觉一指 顿时一片寒气 刹那间就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这寒气瞬间扩散四方 所过之处 城池一切建筑 竟顺时兵风 而那些在这寒气范围内的蜘蛛 一个个立刻就被冻僵 一动不动 与此同时 公孙娃儿的出手也已展开 他出手就是一片黑色的火 此火与白小纯炼魂所得的多色火不一样 他似乎更为纯粹 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 就察觉到其内 似乎蕴含了七情六欲 在公孙娃儿的灰手节 这片黑色的火焰就骤然散落 哄的一声形成火海 向着四周蔓延而去 与白小纯的寒气彼此并不干扰 甚至形成了一些互补 七里的嘶吼 顿时就在大地上传出 那些死亡的蜘蛛 在临死前的尖锐之一惊天动地 传遍四方的同时 更多的蔓延而来的蜘蛛 一个个竟瞬间停顿下来 竟彼此叠加在一起 在八个方向形成了八个高耸而起的 巨大黑柱 每一个柱子都是由无数蜘蛛组成 在生气时 更是幻化成为了身体 足有百丈大小的巨大蜘蛛 方言看去 四周八个大蜘蛛 发出咆哮的同时 猛的一条 直奔白小纯 与公孙娃而来 他们的身上 在这奇异的组合后 散发出的 已经不再是助击的气息 赫然攀升到了准天尊的程度 带着凶残与汉不畏死 嘶吼临近 如果换了并非天尊到来 遇到这一幕 定无回天之力 可这玄九郡的意外 偏偏引来了两位天尊 恐怕就连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也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此刻 随着八大蜘蛛的邻迹 白小纯刚要出手 可公孙娃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他之前在那村庄里 某种程度算是被白小纯破的局面 此刻心底深处 升起了一些争强好胜之意 抢先掐绝挥手节 顿时他的四周就黑雾滚滚 也有咆哮怒吼传出 很快的 就从这雾气里 凝聚出了八只巨大的鬼手 飞速伸出 向着来临的八只大蜘蛛 各自轰出一圈 砰砰之声 顿时惊铁 那八只大蜘蛛 身体猛的颤抖 数不清的小蜘蛛抱体而亡 可财予下来的依旧不少 此刻纷纷从天空落下 还没等公孙娃继续清扫余孽 这些落在地面上的小蜘蛛 竟不知为何无视白小春的冰封 一个个直接钻入到了地面内 似乎地面在他们面前 就好似豆腐块一般脆弱 此刻蜂拥界 刹那就全部消失无影 只留下地面上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好似整个城市的地面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骰子 白小春目光微闪 身体落下 刚要查看 可公孙娃冷横 直接掐绝顿时他四周的黑雾内 那伸出的八只鬼手 彼此瞬间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只巨大的粗壮的猙獰之手 枪在白小春前面 向着大地直接一拳轰去 巨像顿时淘贴 大地震动 八方轰鸣中 这本就千疮百孔的大地 被这鬼手一拳直接就轰开一个巨大的 足有百丈大小的窟窿 这窟窿在出现的同时 其边缘有十多道裂缝 直接就向着不同的方向蔓延 卡卡之声回荡街 很快的就覆盖了整个城池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似支撑城池的大地只剩下了一层壳 而这个壳也弥满裂缝 再也支撑不住 哄的一下 这偌大的玄九郡城直接就坍塌下来 而在这大地下赫然存在了巨大的空洞 此刻无数泥土砖瓦 尘埃在这城池的坍塌下都向着下风掉了下去 可依旧还是无法将这空洞填满 随着陈武的消散 很快的出现在白小春与公孙瓦儿眼中的 赫然是一处凹陷下去的天坑 真正说不出的邪恶之感 从这天坑内扩散出来 更有浓浓的灰色雾气 也从内不断的散出 似此地就是源头所在 甚至还能看到一些小蜘蛛 在这天坑内急速远去的身影 仿佛这天坑就是一处巨大的蜘蛛巢穴 与此同时 这庞大的天坑出现后 公孙瓦儿神色一变 回应就在下面 他立刻开口 身体化作流光 刹那就冲入天坑内 白小春在一旁眨了眨眼 他此刻也已经从之前的不安中恢复过来 能看得到的敌人 总是比看不见的存在 要少一些心理的威胁 至于公孙瓦儿抢着出手的做法 白小春没有丝毫反感 若有可能 他希望最好 公孙瓦儿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才好 此刻 眼看公孙瓦儿一进入天坑 白小春也身体一晃 随之踏入 这天坑太大 深不可测的同时 其内翻滚而出的灰色雾气 使得哪怕半神 也都不敢轻易靠近 唯独天尊才可凭着修为虎身 急迟前行 而越是前行 阵阵的咀嚼之声 不断的从深坑下传出 白小春之前刚刚略微松下的心 又再次提起 一旁的公孙瓦儿也是这般 修为凝聚全身 随着越是下沉 这咀嚼声就越是清晰 偏偏此地那些灰色雾气严重的干扰了神石 使得二人神石难以扩散下去 感受不到具体 直直 这声音好似就在耳边时 白小春右手抬起 公孙瓦儿脚步一顿 侧头看向白小春时 白小春在除袋一拍 一团十四色火出现在他的手中 实在是 多色火的数量已经太少了 白小春也必须要节省一些 否则的话 若没了多色火 在炼灵上就会停止不前 此刻也是没办法 寻常的术法之火 在这里的效果明显不如 唯独多色火 之前在村庄内的破除避障的效果 才让人能安心一些 眼下来不及吝啬了 白小春右手狠狠一捏 短时他手中的多色火就立刻不稳 火光猛的扩散时 白小春直接一扔 短时 这十四色火就直奔深坑底部而去 速度极快 而且越来越膨胀 光芒更是耀眼 将四周全部都映照的清清楚楚 而此地距离天坑底部也都不远 很快的 当这十四色火出现在天坑底时 一声巨大的轰鸣 随着十四色火的爆开 都燃传出 瞬间 天坑底 活海扩散 白小春与公孙娃 速度一下子加快了 刹那就到了底部后 借助火光 多日时就将这四周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而他们所看的画面 让二人眼睛猛的睁大 心神更是强烈震动 这深坑底 赫然存在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这蜘蛛网上 爬伏着一只 足有数千张大小的庞大蜘蛛 张着大口不断的咀嚼 它通体化色复杂 还有一些好似符文的印记 而更多的 则是一一张张 数不清数量的人面 男女老少 全部都神色痛苦 张开口却发不出声音 诡异到了极点 它的四周 此刻有无数的小蜘蛛 正疯狂的钻入着 大蜘蛛的口中 随着咀嚼 被它全部吞噬 而每吞一个小蜘蛛 它的身上 那众多人面 就会多出一张 甚至 在这大蜘蛛的身体上 白小纯都看到了 之前于城池内 看到的那个死去的 半身老者的面孔 而诡异之事没有结束 在这庞大蜘蛛的身后 有一个相对小一些的茧 好似心脏一样 正在不断的跳动 似乎 这大蜘蛛吞噬的一切 又或者是这玄九郡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个茧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